耶稣又打另外一个比喻说 天国好比这样 有个人在自己田里撒下了好种子 可是乘着人们熟睡 仇人来到麦田撒些拜子就走了 当麦子成熟结税时 拜草也长大了 仆人们一发现赶来告诉主人 主人你不过这田里的不都是好种子吗 哪里来那些拜草呢 他说是仇人做的 仆人问他 你要我们去把拜草都拔掉吗 主人说不用了 他除拜草的时候 错拔了麦穗 让他们一起长到收成的时候吧 到那时 我会对收割的人说 先把拜草割下来 捆成捆 用来烧火 然后把麦子收入我的骨仓里 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 天国就像一粒芥菜籽 人把它种在自己的田里 这原是一切种子中最小的 长大后 却比原种的菜都大 如同大树 天上的飞鸟都来栖息 耶稣又讲个比喻 天国好比肖母 一个妇人用她 合在三两斗的面粉里 直到全部都发销 耶稣用比喻来告诉群众 除了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应验了先知所说的 我要开口讲比喻 把创世以来的隐秘都说出来 耶稣说完 离开群众 进了屋里 门徒前来问他 请为我们解说田里幼草的比喻 耶稣对他们说 撒好种的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 好种是属田国的人 幼草是属邪恶的人 撒幼稚的仇人是魔鬼 收割是世界末日 收割的人是天使 正如隔处幼草 用火烧掉 那将是世界末日的情况 仁子派遣天使 把他国里一切作恶 招乱的人收集起来 扔进火炉 那里有哭泣和窃耻声 一人会在他们赴的国里 犹如太阳 闪耀发光 有耳的听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